来看到节安乡清洁队服务好受到民众的肯定 一位在南华村经营民宿的李小姐 感谢清洁队收运垃圾时有耐心有贴心 在终究节的前夕 特别致赠慰问金每位队员600元 而乡长游淑珍致赠感谢状 也给予清洁队伙伴们高度的赞扬与肯定 节安乡清洁队的服务受到民众肯定 在南华村经营民宿的李小姐 特别致政的秋节为问金表达感谢 很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每一次我们到垃圾 尤其是有一些园艺的垃圾 或一些分类的垃圾或客人离开 或者垃圾都非常的多 那有时候我在到 我觉得清洁队的队员都非常友善 都会特别停下来等我 然后协助我 然后都不会显心 我还一直跟我说 没关系没关系你慢慢来 所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我觉得整个环境的清洁 都是靠着大家的努力 才可以给我们一个很漂亮的居住的地方 所以我想说在中秋节 给大家一些鼓励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帮助跟照顾 谢谢你们 吉安香港游淑珍 除了致政感谢状 也给予清洁队员们高度的赞扬 我们很开心 南华我们的这个新朋友南华参居 所以看到了大家在台风过后的努力认真 而且呢 每一个微笑的来做服务 尤其大家可能不知道 乡长的车常常东奔西跑 每次跟在清洁队的清洁车后面的时候 我都会请司机放慢 看一下我们服务的状况 所以你们经历了无限的考验 就是给予100分 我们给自己掌声鼓励 这次捐赠是透过吉安湘民代表会主席 邱美云的建议 连结多位代表到场见证 李小姐一亿发振红包 给每一位清洁队员 向他们说一声谢谢 场面温馨又欢乐 介续会吉安湘报导